才有到支付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我是肖威 我现在呢 是在成都市青阳区的一间仓库里 你看在仓库里有些人呢 他们正在准备各种各样的工具 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要准备干什么去呢 他们自称是一支特工队 叫虫虫特工队 没错 他们是专门杀虫灭属的 是为民除害的 一会儿呢 这支特工队呢 就要去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 去准备捉老鼠 那人家老鼠会说了 我们老鼠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没错 我也这么想的 好吧 那我们就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捉老鼠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鼠工具 捕鼠龙 你可别小看那个捕鼠龙啊 它里面可是暗藏玄机 为了很好的拍摄老鼠进龙子里扣的状况呢 我们在这一个门这装了一个微型的摄影机 这个笼子里面呢 有一个小踏板 踏板上呢 有老鼠喜欢吃的诱饵 只要老鼠进到这个笼子里面 一踏上这个踏板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然后你看 哇 你看前后门同时就落下了 最关键的是 门落下了以后 它还有一个锁 它可以自动的上锁 像这样的捕鼠龙呢 重重特工队 在这个农贸市场 布下了十个 可以说是给老鼠 布好了天罗地网 可是老鼠 会上当吗 我们这样抓到了吗 你看看 我被老鼠吓着了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重重特工队的队长 猴祖人 他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猴祖人 河北浊州人 成都重重特工队队长 1995年 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化工系 从事杀虫灭属行业已经八年 老鼠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 从人类开始定居 物农有了家 老鼠就依附人类为生 成为人类不请自来 补守欢迎的客人 老鼠生命力旺盛 并且繁殖速度极快 在民间 有着一公加一母 三年二百五的说法 大多数老鼠每年可以生育五到八次 幼年老鼠两到四个月 便会情窦初开 具备生育能力 老鼠一次分娩产子 可达五到八个 老鼠的适应能力极强 几乎什么东西都吃 什么地方都住 老鼠会打动上树 并且能传播鼠疫 可以直接把疾病传播给人类 或通过体外寄生虫 间接传播给人畜 它可以传播高达35种以上的疾病 历史上被鼠类传播疾病 夺走的声明 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其实灭老鼠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 这个科学是什么呢 我们要经过四个步骤才能抓住这只老鼠 四个 对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调查鼠害的种类 就是我们要去看是哪类老鼠 它是在这里聚集的 还只是过路的 它是大的还是小的 第二步是根据我刚才所调查的结果 来选择合适的工具 如果老鼠只有一两只 用战鼠板 如果是像我们目前这个菜育场这种环境 基本用鼠笼和用鼠耳 第三步就是捕鼠 第四步 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效果 先看究竟是否是真正的密度降低了 其实这个捕鼠 还真是有些门道 像这样的捕鼠笼 还有其他的捕鼠工具 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但是最关键的是 你怎么能够使用这些捕鼠的工具 比方说怎么不控 怎么能够最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让老鼠上钩 进到笼子里面去 这才是真本事 这叫真功夫 以捉老鼠见功夫的猴祖人 其实我跟你说 他当初走上杀虫灭鼠的创业之路的动鹰 却不是因为这老鼠 而是因为另一种动物 那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我跟你说 这种动物你一定非常的熟悉 小心啊 小强 小强 小强你怎么了 小强 小强你不能死 我跟你想一回 你头干 勾过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 苦人眼叫你养你 想不到今天白马人 说黑马人 蟑螂在广东香港地区 苏名小强 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 原始蟑螂约在四亿年前的滞留季 就出现在了地球上 曾经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亿万年来 它的外貌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生命力和适应力却越来越顽强 一直繁衍到今天 蟑螂的危害呢 还有两类危害 第一类危害呢 它会传播一些疾病 海类危害呢 是属于这种骚扰性危害 这种骚扰性危害 就是说 你看到它会不舒服 蟑螂危害无穷 而侯祖人大学毕业后 同事的工作就是在河北一家 生产杀虫剂的企业里 研发灭蟑螂的药物 在一次逛街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一个同行 只不过 这个同行不是研发药物的 而是专门给餐馆和写字楼 提供灭蟑螂的服务 当时我看那人特别牛 那人我印象中是 当时就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 碰到他 当时还开一个桑塔纳车 那时候桑塔纳车 还是很牛的桑塔纳车 大致要15万以上至少 我印象中是 这行业能赚这么多钱吗 侯祖人对有害生物防治 这个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 他决定辞去稳定的工作 自己创业 我现在在研发这类产品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也给客户提供这类服务 而客户根本的并不是需要你这个产品 而是需要 没有蟑螂 那么只要我能够提供同等的价值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市场 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 侯祖人发现 当时北京已经有了100多家灭虫公司 而成都只有5家 竞争相对较小 于是他选择了成都作为自己的创业地点 和另外两个合作伙伴成立了虫虫特工队 开始为成都的餐馆和写字楼灭蟑螂 侯祖人最早灭蟑螂的方法 就是采用的这种叫滞留喷洒法 也就是说把灭蟑螂的药 滞留在蟑螂经常出入的区域当中 蟑螂经过的时候 药就会粘在蟑螂的身上 蟑螂就被毒死了 可是这种方法 蟑螂老也灭不死 每隔4、5天 侯祖人和他的伙伴就还得上门 为人家再灭一次蟑螂 这样一年下来 侯祖人灭蟑螂的收入能有20万元 可是这种钱挣得也确实有点太辛苦了 这个时候 精英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一个情节 让侯祖人是眼前一亮 西多亚风它最会使毒 然后我印象中是在一个海上 它跟老文童它们俩斗起来了 然后就毒死一条鲨鱼 毒死一条鲨鱼 结果这鲨鱼死了之后 别的鲨鱼又吃这个鲨鱼 别的鲨鱼又死了 然后死掉鲨鱼又继续被别的鲨鱼吃掉 这样海上都是死的鲨鱼 我想要是有这么一种药就好了 鲨鱼被毒死的情节 让侯祖人想到了蟑螂 那蟑螂它回到窝里之后 要互相的舔 舔对方触脚也要碰 在这接触的过程中 就会有这种药物的传播 海一类就是说 一般的蟑螂它死 也是死在巢穴的附近 蟑螂第二个习性 就会把死掉蟑螂直接给吃掉 我就想利用这个 看能不能传播一种东西 想到这里 侯祖人决定找到一种灭蟑螂的药物 只要一只蟑螂吃了 其他蟑螂都会死掉 那自己就会一劳永逸了 侯祖人在网上发现 德国有这种灭蟑螂的药物 可是一看价格 侯祖人大吃一惊 一只就要五六十块钱 还是最便宜的 贵的要八九十块钱 我们给人家灭一次蟑螂 才收费才收多少 当时才收一两百块钱 那一只就要几十块钱 那根本就没办法去做这件事 国外的蟑螂要太贵 侯祖人决定自己进行研发 可是研发了很久 效果一直不怎么理想 我们拿蟑螂去做实验 他就不吃 他就不爱吃我们 就不吃我们这东西 他就中不了毒 蟑螂不吃就中不了毒 无论侯祖人怎么实验 蟑螂就是不吃 这让他十分泄气 失望的侯祖人决定放弃实验 把盛着药物的桶 放到了阳台的角落里 不去管它 三个月后的一天 侯祖人站在阳台上 正在为没有研发出 灭蟑螂的药物而苦恼 正在这个时候 一股刺鼻的味道飘了过来 我就找一看 我突然想起了 那桶放了好一个月了 都没人去管它 我当时本来早就应该扔了 我就去看看 结果发现那个东西已经发酵了 有一种那种发酵的味道 这发酵味道就跟那酒糟 或者什么类似那种味道 看着发酵的药物 侯祖人心想 蟑螂一般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种发酵过的东西 蟑螂会不会喜欢吃呢 员工们带着这种发酵过的药物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在一家餐馆的厨房里上了一次药 可是让侯祖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餐馆居然几个月 没有跟自己的公司联系 我一想这下糟了 是不是我们老给人家服务不好 这玩意人家换新的服务单位了 内心极为忐忑的侯祖人决定 亲自去那家餐馆以探究竟 他找到餐馆的大堂经理 问他是不是灭蟑螂的服务 已经交给别的公司去做了 我问他 我说是不是你换人了 那么一个两又没找到 那大堂经理说 没有换人啊 他说最近确实是 突然间没有蟑螂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就亲自去拿手电 我就到处查了一遍 查了 确实原来蟑螂特别的 现在没有了 一直都没有了 并且是 猴祖人喜出望外 蟑螂幼儿在发酵后 居然实现了连锁杀蟑螂的效果 成都的特殊气候 加上猴祖人的不断钻研 居然诞生了一种 又奇笑的灭杀蟑螂的幼儿 发酵生出了某种东西 对蟑螂有很强的引诱作用 连锁一只吃 一只吃了 然后另外一只 跟它接触就会死 然后它死了 被别的蟑螂吃掉 也会死 就基本死一只之后 能够毒死 大致一千只的水 连锁灭蟑螂的方法 可以让厨房中的蟑螂 在一两个月之内 全部灭杀 这让人们避免了蟑螂的骚扰 也让猴祖人的公司 大大节约了成本 当然 如果不久之后 有外来的新的蟑螂迁入 重重特工队 又会重新忙碌起来 那就这个宛厨来说 那应该什么地方 是它的居居地呢 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的话 就这种缝隙 缝隙 看这种上面那种小的缝隙 它都会有一个 这种小的缝隙 都会有蟑螂 哦是啊 那你怎么去点那药呢 好 那么当我发现这个蟑螂聚集地之后呢 我就拿这个东西 在它聚集地 你看 比如说这里 这里有一个缝隙 哦 我看见了 这里有一个小的缝隙 比如说我就 挤多少 大致有三毫米左右一个圆点 每个十厘米 哦 几一点 就像打胶一样 对 相当于打胶 哦 这真是科技改变生产方式啊 一次很偶然的发现 让侯祖人研发了新的灭蟑螂药物 那么这种新的灭蟑螂药物 不仅大大节约的成本 而且还拓展了业务 一年下来呢 灭蟑螂这项业务呢 就能给侯祖人带来七八十万元的银额额 其实除了灭蟑螂之外呢 侯祖人的重重特工队 还有一个更大头的生意 那就是灭老鼠 灭老鼠这项业务呢 能给侯祖人一年带来一两百万元的营业额呀 要说灭蟑螂呢 侯祖人应该是擅长的 因为他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 而且还在杀虫记的公司工作过 可是这灭老鼠呢 对于侯祖人来说 那他可是个门外汉 一个门外汉 怎么样成为了一名灭鼠高手的呢 侯祖人的重重特工队 在灭蟑螂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灭鼠服务 在开始灭鼠的时候 他们曾经吃过很多的苦头 侯祖人灭鼠服务对象 除了餐馆之外 还有超市 超市一年出三千到五千的灭鼠服务费 但是赚这个钱是有条件的 重重特工队和超市的服务合同上规定 每月属老鼠损坏的商品 售价总额在五百元以内 消杀公司不需赔偿 超出五百元以上部分 需全额按售价赔偿 由于创业初期 重重特工队捕鼠经验不足 老鼠总是灭不完 超市里的商品经常被老鼠养坏 为此 重重特工队赔了很多的钱 超市里面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些 被咬坏的活力肠不能销售了 被咬一个缺口的苹果 然后就坏掉了 然后被咬坏的牛奶 这些就只有给扔掉 给超市灭鼠 不赚钱还赔钱 侯祖人和同事们感到十分苦恼 他们决定提高自己的捕鼠能力 用心学习灭鼠的知识 掌握了大量的捕鼠方法 老鼠它的那个智商水平的话 可以达到四岁左右的婴儿的这个判断水平吧 它就是对一个地方 它如果是对它形成过危险 那么这种危险的话 它会大概停留在它的记忆里面 可以达到两个月 那两个月的时间 它就不会再去动它了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面对狡猾的老鼠 重重特工队决定在捕鼠机关上下功夫 布好鼠龙之后 先把机关锁死 让老鼠安全的通过鼠龙 感受不到危险 两三天之后 老鼠放松警惕 它们再打开机关 对老鼠一网打尽 让它先适应一下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后来适应了以后 然后其他的老鼠 后来就一溜 一缩子 它就可以全部都往里面去 30个平方 放一个鼠龙 或者放一个鼠板 然后靠墙 因为老鼠它走的时候 它要沿着墙走 根据老鼠的生活习性 重重特工队采用了鼠龙 砧板 药物等捕鼠方法 灭鼠技术得到迅速提高 除此之外 它们还对撒有鼠药的诱饵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创新 小虎 你这样是灭四害大权的 不仅有灭四害大权 你怎么还喝食品放 这不是做给这个 不是我们的食品 这是老鼠的食品 你养啊 不是养 这就是说 因为老鼠 根据它的老鼠生存环境 老鼠是有不同的喜好的 你比方说在饲料厂 饲料厂内所有的都是穀物 粮食之类的东西 那么你如果我们再用这种 用这种骨子去灭老鼠 它就不吃 因为骨子太多了 它就没有 它不会吸引它 所以说针对这种饲料厂 我们就会给它一些水果吃 这样更能引诱它 就跟人的营养搭配一样 在我身后呢 是成都的一家大型企业 在猴祖人的业务当中 除了给普通的超市啊 餐馆茶楼 做秘书服务之外 还会给这样大型企业 做秘书服务 给这样大型企业 做秘书服务的收益可不贴啊 相当于是普通的超市啊 餐馆茶楼的 灭属服务费的十几倍 这么说吧 那如果是猴祖人 收普通的超市餐馆茶楼 一年的灭属服务费 收三千到五千 那么收这样大型企业的 一年的灭属服务费呢 就要收六万 那么大型企业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一定要去灭属呢 猴祖人又是如何 给这些大型企业 做灭属防护的呢 大企业之所以需要灭属 是因为老鼠啃食电缆的现象 经常发生 老鼠属于镊齿雷动物 需要经常磨牙 电缆线的外壳 软硬湿度 是老鼠磨牙的好工具 也是老鼠的最爱 它那个牙呀 每天都要长 它必须每天找一些硬的东西去磨 如果不磨 它就慢慢变长 变长之后 它就吃不了东西了 电缆它外表皮是橡胶的 它最适合一样 一条电缆线就价值几十万 有些时候还不是说 咬断就马上能修复的 可能要耽误好几天 甚至还要从外地请专家过来修复 这个成本 有时候可能就达到几十万 甚至更高 为了消除老鼠咬断电缆的风险 很多大型企业都会请一些专业的面属公司 为自己提供面属服务 很多工厂我们一合作的话 就是好几年 只要它工厂存在 我们就会有这个 应该说就会跟它有合作的机会 重重特工队针对大型企业 建立起了几层防控体系 在防御区域外围 设置捕鼠设施和药物 让外来老鼠进不去 老鼠像这样大型企业 就你们是怎么布控的呀 像这样一个企业吧 它这个整个厂区 然后我们一般会有研制 这个整个建筑物周围 然后密密麻的麻的 布一圈这个鼠尔站 然后都放 这能打开吗 这个有专用的钥匙 有专用钥匙 一般人不能够轻易打开 一般人是打不开的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专用的诱饵 诱饵 这个诱饵的话 就是对老鼠的诱饰效果 是特别好 然后老鼠一般都喜欢 沿墙根旁嘛 哦对 它在很远的地方 沿墙根过的时候 它就会闻到这个味道 然后就进 把它诱惑进来 诱惑进来以后 然后取食指里面的诱饵 然后在外围这一圈吧 有吃的了 它就不往里面去了 然后在外面吃了这个诱饵的话 也把它给灭杀掉了 他们不相信命运 我没有逃掉 我大乱不死 应该有后福 他们干直面挫折 要干 去 上去就去干 下完都干 因为心中的梦想 敢于去追求财富 都可以乱 你心里也可 我的梦想 就从这里开始起 成功 路就在脚下 身材有道 每天一个创业故事 而在防治区域里面 重重特工队又放置了几层捕鼠设施 用这些捕鼠工具 灭掉里面的漏网之鼠 猴祖人把这种 以防控为主的多层防控 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今 很多企业都戏称他们是 抓不到老鼠的灭害公司 十几年前 猴祖人在北京的街头 偶然遇到了一个灭蟑螂的人 却开着价值18万元的桑塔那轿车 猴祖人是顿时心生羡慕啊 于是他马上辞掉了稳定的工作 专门做起了杀虫灭鼠的工作 如今 猴祖人通过杀虫灭鼠 每年可以赚到300万元 这已经能买很多辆桑塔那轿车了 街头的一次偶遇很偶然 但是猴祖人对这个行业的准确判断 和不断的创新 却是他失业成功的必然 好了 重演有风险 投资虚谨慎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肖飞 我们下期